两万对战四万,清军折戟安南却被乾隆列为实权武功之一,荒谬至极 乾隆末年,清朝与安南西山朝的冲突,即所谓的清平安南之战 是中越关系史上的一段重要篇章 这场战争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其影响深远 战争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清朝与缅甸的长期冲突 在经历了七年的战争后,清朝与缅甸达成了和平协议 然而,和平并未持久 18年后,清朝与越南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双方的冲突持续了数月,最终以清军的失败告终 越南、古城安南与云南、广西接壤、隔海与广东相望 1659年清军攻占云南后,安南国王黎未知出于对清军实力的敬畏 主动派人慰劳清军 次年,安南正式向清朝投诚,开始了定期的朝贡 两国关系日益密切 康熙年间,康熙帝册封黎未喜为安南国王 并同意将贡旗由三年一贡改为六年两贡 安南成为了清朝的忠实蜀国 然而,到了乾隆晚期 安南的地方实力派阮慧发起了对安南王国的挑战 1788年,他率军攻入国都离城 国王黎未奇被迫逃亡 王族200多人逃往广西,向清朝求助 乾隆帝认为,离世一向功顺 决定派遣两广总督孙世义前往广西龙州调查此事 孙世义生于1720年,浙江人和人以其清廉和政绩突出 而受到乾隆帝的宠爱 他迅速做出固执 妥善安排安南王族和随从 调兵防守边境 向安南广发席文 号召地方势力拥护离世 同时派人痛斥阮氏 不承认其政权 孙世义的策略本意是威慑阮氏 希望其主动投降 同时希望离世能够招揽旧部重整旗鼓 但安南国王离世在敌军的压迫下无力起兵 而阮氏面对清朝的军政高压 选择退回老挝 拒绝妥协 乾隆帝无法容忍 决定正式攻打安南 清军分两路进攻 孙世义担任主帅 与广西提督许世亨率领一万人作为主力 从友谊关出发进入安南境内 云南提督乌大经率领八千人 从云南的白马关出发 配合主力作战 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攻破安南国都 消灭阮氏势力 恢复离世政权 起初孙世义的部队进展迅速 阮氏部队无力抵挡迅速溃败 离城百姓和离世王族出城迎接清军 国王离世也从深山中出现 去见孙世义 阮氏则带着部队逃回老挝 在离城 孙世义按照乾隆帝的旨意 令国王黎维奇席封安南国王 离世家族从广西返回离城 然而由于轻敌和大义 清军并未成胜追击阮氏 而是在离城待了一个多月 1789年年初 清军在离城欢庆新年 阮氏主力尚存不甘心失败 趁夜突袭离城 阮军人多势众 四面围攻守军 以大象运载大炮猛攻清军 清军人数不多 且刚喝了酒意志松懈 面对敌军的猛攻 清军惊慌失措 迅速陷入混乱 溃不成军 孙世义和国王离世 带着少数军民逃走 溃兵踩断了福桥 广西提督许诗亨 总兵张朝龙 尚维生等人在南岸血战 大多战死 云南提督遭到敌军反击 狼狈逃回云南 孙世义在有一关收翁部队 上万官兵 只有不到一半人逃回 粮草军械几乎全部丢失 孙世义被押戒回京 福康安继任两广总督 负责善后工作 阮氏虽然获胜 但安南内部反对势力不弱 加上与仙罗开战 担心两面受困 于是他多次派人向清朝请和 孙世义认为 离世表现糟糕 不堪扶植 还拖垮了清军 建议乾隆放弃离世 承认阮氏 乾隆帝觉得有理 决定放弃离世 和阮氏议和 乾隆帝为了清朝的面子 提出四条要求 送回战俘和失散的官兵 惩罚战犯 阮慧尽惊请罪 在安南为清军阵亡官兵立杯建庙 阮氏急于得到清朝的承认和认可 全部接受 并于1790年来到北京 为乾隆祝寿 阮慧被封为新的安南国王 按期进贡 两国关系终于恢复了正常化 安南之役历时不到三个月 清军投入了近两万官兵 还有三万多名夫 损失过半 其中损失官兵万人上下 安南的阮氏投入了四万人上下 损失过万 最终清军战败 退出安南 阮氏获胜 但主动求和 清朝将其列入乾隆的实权武功 越南后世则认为 这是一次伟大的反封建 反侵略的决战